Hello大家好,我是黑木爸爸,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K。 非常感谢大家。 维生素K也被称为维他命K。 它是食物中与脂溶性维生素结构类似的物质。 维生素K是输水性的、聚耐昆基的衍生物。 需要从食物中摄取,并在胆汁和胰霉的作用下被小肠吸收。 与维生素A第一同属于这类型的维生素。 维生素K共有四种形式。 维生素K1来自绿叶植物,最丰富的来源是绿色叶菜。 因为它直接参与光合作用。 维生素K2可由肠道内的细菌自行制造,约可提供一日所需的二分之一量。 不足部分可以透过摄取绿叶蔬菜、花椰菜和甘蓝等食物补充。 此外甲奈昆也存在于一些动物食品和发酵食品中,并可由人体内的细菌产生。 所有形式的维生素K2都只能由细菌产生。 它们在艳养呼吸过程中产生。 因此除非肠道严重损坏。 否则维生素K缺乏非常罕见。 维生素K3和维生素K4是合成的维生素K形式。 可参与体内血液凝集的过程。 因此被称为凝血维生素。 能用于治疗维生素K缺乏症。 但高剂量食可能会干扰骨光肝胎代谢。 引起毒性反应。 维生素K有天然和人工合成的两种形式。 其中天然维生素K可分为K1和K2两种。 K1也被称为叶绿坤可以在绿色蔬菜中得到。 K2称为甲奈坤。 甲奈坤肠面主要来自细菌。 通常是从动物或人体肠道内的细菌合成。 并可通过肠臂吸收。 也可以从蛋、肉类和牛奶中摄取。 而维生素K2则是最具生物活性的形式。 比维他命K1的半衰期更长。 因此一般认为维他命K2可能比维他命K1更好。 被人体吸收且储存时间更长。 缺乏维生素K是一种相对罕见的情况。 除了天然的K1和K2外。 还有K3和K4这两种人工合成的维生素K。 维生素K不溶于水。 难溶于甲醇,但可以溶于其他各种有机溶剂。 却容易受到酸、碱、光及氧化剂等因素的破坏。 但抗热性较强。 维生素K分布于全身,包括肝脏、大脑、心脏、胰腺和骨骼。 在人体的生理机制中,维生素K是合成基质格拉蛋白。 所必须的成分。 基质格拉蛋白在人体中扮演,与您血因子相关的角色。 存在于血管平滑肌。 骨骼和软骨中,主要作用是帮助血液凝固。 同时也参与骨骼强度地维持抑制血管壁钙化。 保持内皮完整性,协助制造各种蛋白质。 有助伤口愈合,和防止大量出血。 参与组织更新,和调节细胞生长等方面的作用。 缺乏维生素K还可能使骨骼变得脆弱,导致骨质疏松,并可能促进动脉和其他软组织的钙化。 其重要性不低于其他营养素的成分。 协议中的维生素K主要有脂蛋白携带。 但与其他脂溶性维生素相比,协议中的维生素K含量较低。 维生素K被迅速代谢和排出体外,约有30%至40%的口服生理剂量会被保留。 约20%通过尿液代谢,而40%至50%通过胆汁在粪便中代谢出人体。 即使摄取较高的量,也很少达到体内过量的情况。 这与其他脂溶性维生素不同。 当其他维生素摄取量过多,较容易会引起毒性反应。 因此维生素K在生理作用上是很重要的。 维生素K的作用 1.维持骨质健康 维生素K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,对人体的凝血作用至关重要。 同时也能够间接帮助钙质沉积于骨骼内,进而增加骨质密度。 缺乏维生素K的中年妇女可能会面临髋关节骨折的风险增加。 因此,每日均衡饮食,足量摄取钙质,维生素D和维生素K,进行适当的日晒和运动,是强化骨骼预防骨质疏松的不二法门。 在正常的老化过程中,人体会逐渐减少骨质量。 大约从35岁就会开始出现这种现象。 如果这个过程的速度加快,就可能出现骨质疏松症。 这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流行病。 因此,补充足够钙质只是强化骨骼的基础,要想更好地预防骨质疏松。 还需要摄取足够的维生素D和维生素K,并且进行适当的日晒和运动。 二、协助血液中钙质被骨骼有效利用。 维生素K有助于血液中的钙质留在骨骼中被利用,因为它能固定骨盖防止流失。 相比之下,维生素D则主要帮助钙质被吸收。 因此,健康的骨骼需要足够的钙质,同时也需要维生素D与K的帮助。 维生素D和维生素K在骨骼健康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 所以,摄取足量的这两种维生素,可协助预防骨质疏松。 三、伤口愈合。 维生素K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伤口愈合,即促进正常凝血。 当钙质进入人体后,需要靠维生素D促进小肠臂吸收,然后融入血液中。 此时,维生素K的作用,就是将血液中的钙质转换为骨质的重要元素, 以促进体内成骨作用的顺利运作。 如果每天摄取足够的维生素K,能有效降低骨折的发生率,进一步维护骨骼健康。 四、伤口正常凝血。 维生素K是一种重要的营养素,对于促进伤口愈合和防止过度出血都有益处。 它能够帮助合成一种叫做GLA蛋白质的物质,而这种蛋白只参与了血液凝固的过程。 因此,维生素K对于正常凝血至关重要,可以避免过度出血的情况发生。 五、改善动漫硬化。 维生素K是一种对心血管健康有益的营养素,它透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。 其中一个机制是调节凝血因子的活化,帮助防止血管中的血液凝结,进而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。 另外,维生素K也有助于促进GLA蛋白质的合成。 这些蛋白质能够防止动脉钙化,维持血管的弹性。 其中,维生素K就比维生素K1更具有抗凝血作用,因此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更为有效。 有研究显示,摄取丰富维生素K的人其动脉周样硬化风险,比摄取较少维生素K的人低34%。 综合来看,摄取足够的维生素K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非常重要,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6. 降低慢性肾脏疾病风险。 维生素K可以帮助预防动脉钙化,而动脉钙化是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风险因素。 慢性肾脏疾病患者容易缺乏维生素K,因此会较需要进行补充。 7. 糖尿病控制。 维生素K有助于降低胰岛素抗性,改善葡萄糖代谢。 因此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具有重要作用。 维生素K1的摄取会与二型糖尿病风险有关。 当摄取足够的维生素K1,可助于二型糖尿病风险趋向性降低19%,8. 预防骨质疏松。 维生素K对于骨密度的增加非常有益,因为它可以促进骨骼中的钙质沉积。 维生素K1是植物性食物中主要的维生素K形式,而维生素K2则由肠道细菌合成。 摄取足够的维生素K,也可降低中年女性宽部骨折的风险。 此外,均衡饮食中包含足够的钙。 维生素D和维生素K,并且需进行适当的运动,与暴露在阳光下能够帮助预防骨质疏松症。 9. 预防肋骨醇所引起的骨质流失。 维生素K能够帮助预防肋骨醇引起的骨质流失。 肋骨醇会对骨骼直接产生影响,造成肌肉无力或不活跃。 肠道中钙吸收减少以及高酮水平下降等问题,从而导致骨质流失。 10. 降低血液透析患者的总胆固醇。 维生素K可以帮助降低血液透析患者的总胆固醇。 因为血液透析患者容易罹患心血管疾病,而维生素K具有抗血管钙化的作用。 血管钙化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之一,而维生素K依赖性基质格拉蛋白是血管钙化的重要抑制剂。 另外,维生素K对于骨质钙素、MGP和OC等骨代谢相关因子的功能也非常重要,可以帮助预防骨质疏松症。 然而,血液透析患者的饮食中维生素K摄取量较低,导致他们的血液中维生素K浓度也会较低,进而影响到这些功能的发挥。 11. 降低冠心病的发病率。 维生素K有助于预防冠状动脉钙化与恶化。 而冠状动脉钙化被认为是冠心病的一个主要原因。 维生素K是一种依赖性基质格拉蛋白的重要激活因子。 这种蛋白质可以调节血管钙化和血液凝固等过程。 维生素K的缺乏可能会导致基质格拉蛋白激活不足,进而导致血管钙化的加剧。 增加维生素K的摄取量可以帮助维持心脏健康和强壮。 12. 保护心脏和大脑。 维生素K2可以通过减少动脉钙化来保护心脏和大脑。 维生素K的摄取与心脏的美搏输出量和心率的增加以及血乳酸的降低有关。 维生素K参与基质格拉蛋白的生成。 这有助于防止动脉钙化及更高的维生素K摄入量与较好的认知功能相关。 虽然缺乏维生素K并不常见,但它的缺乏可能会对大脑和心脏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 13. 预防癌症。 有研究表示,增加维生素K摄取量可以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和中风死亡率的风险。 此外一些证据表明维生素K有机率协助杀死癌细胞并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。 许多富含维生素K的食物也被归类为抗氧化食物,有助于防止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。 进而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。 14. 防止血管钙化。 维生素K被认为对保护主要动脉中的钙沉积非常有益,这有助于预防动脉钙化。 此外,维生素K还能够调节凝血蛋白,促进正常的血液凝固,并且有助于维持血管的弹性和健康。 维生素K也能够强化骨骼,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,同时还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15. 防止肺部的弹性纤维蛋白降解。 弹性蛋白存在于肺和血管壁中,为这些组织提供弹性及韧性。 弹性蛋白的分解与钙化已被证实为两个相互刺激的病理学基礼,这过程可能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心脏病之间联系的桥梁。 此外,天然抗凝肌蛋白S和蛋白C的活化同样需要维生素K。 维生素K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,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,参与GLA蛋白质的合成和活化。 人体骨骼存在的蛋白质主要有胶原蛋白和骨钙素、基质GLA蛋白质等,其中胶原蛋白占约80%到90%,剩下的20%为骨钙素和基质GLA蛋白质。 它们是帮助骨骼形成新成骨细胞的蛋白质,能够让骨密度变得更加充实。 这些蛋白质在生理上发挥重要作用,如调节凝血、钙化组织和骨质新陈代谢等。 在凝血系统中,维生素K可以参与凝血因子的活化,并调节凝血蛋白质的合成,有助于血液凝固。 在骨骼代谢中,维生素K可以帮助钙离子结合到骨骼蛋白质上,促进骨骼生成和修复,与促进骨骼生长及维持骨骼健康, 并能够帮助钙质沉积在骨骼中,从而强化骨骼。 但是大多数人对于维生素K的功效并不熟悉,因此很少去注意补充。 维生素K主要存在于深绿色蔬菜中,当只摄取钙质时是无法维持骨骼健康, 因为补充的量并不等于吸收的量,且钙质在小肠中的吸收率并不高,最多约只能吸收30%。 因此,除了多吃富含钙质的食物还应该添加其他营养素,例如维生素D、维生素K和矿物质酶等, 这些能够帮助钙质更好的吸收。 增加骨骼的密度和强度防止骨质流失,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症。 除了促进骨骼生长和维持骨骼健康外,维生素K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。 例如,在心脏和大脑的保护中,维生素K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还可以预防多种癌症,包括乳癌、大肠癌、胃癌和肺癌。 与平衡血糖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,并且可以提升能量、减缓疲劳、促进钙质的适当平衡和代谢等。 此外,维生素K的凝血作用,可以帮助伤口愈合,促进伤口正常凝血,同时也有助于维持骨质。 血液中含有多种与凝血有关的蛋白质,例如,凝血酶原等。 这些蛋白只需要维生素K的协助,才能形成独特的氨基酸结构,并与钙质结合,以维持正常的凝血功能。 避免伤口长期流血,防止出血和血栓的形成,从而保护心血管的健康。 当身体受伤并流血时,体内的凝血系统就会启动以防止过度失血。 这个过程涉及到多种凝血因子的参与。 这些凝血因子需要在凝血过程中进行活化。 而维生素K就是其中一种活化凝血因子的重要物质。 如果维生素K的供应不足,就可能导致凝血因子无法正常活化。 进而影响凝血过程的表现,使凝血时间延长,以及皮下出血等问题。 例如,子斑症。 因此,维生素K对于正常的凝血过程非常重要。 其缺乏可能导致出血问题。 此外维生素K还能够在许多生理过程中发挥作用。 在此,特别感谢大家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。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。 再次的相遇。 请 obe